《庙后》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 顾名思义 人皇帝活着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称号的 在现在很多一点考证都不做的影视剧中 屡屡出现什么镇乃太宗启奏成祖之类的台词 放在过去怕是要杀头灭九族的 不过也有的帝王是例外 人还活着好好的就提前给自己定了庙号 丝毫不怕犯忌讳 而这位奇葩的帝王就是三国曹魏的魏明帝曹睿 其在位期间就给自己定了相当霸气的庙号列祖 在隋朝以前 庙号还算是一个特殊的荣誉 只有那些对江山设计有大功 值得后世子孙祭祀的帝王才会有庙号 并非像后来的朝代那样烂大街 无论是贤君明君还是昏君暴君都能混个庙号 一般来说开国创业和有突出贡献的称祖 其他有重要贡献的称宗 比如东汉时期有庙号的才三个 分别是一组二宗 足以看出庙号的来之不易 而到了曹魏时期 庙号的兽语却大不一样 宗是看不上的 不称个祖都不好意思在历史上混 比如曹操五皇帝拨乱反正 为魏太祖 曹丕应天授命为魏高祖 而作为三代的曹瑞 也认为不比爷爷爸爸差 于是在位的时候 就给自己定了列祖的名头 实在帝制作兴制为魏列祖 这就是所谓的曹魏三祖 人家东汉一大统一王朝 一百九十五年 十四个皇帝才一祖二宗 这一半壁江山的朝代 才四十五年五个皇帝 就冒出来三个祖 真是天壤之别呀 不过曹操曹丕的庙号 还都是死后定的 那明帝曹瑞身为活着的皇帝 就急吼吼的给自己定庙号 而且还特别下诏 三祖之庙万事不会 这在历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了 那为何魏明帝如此不走寻常路呢 皇帝作为独一性排他性极强的特性 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 一直是以父子相成为主流的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凶中帝级等其他情况 毕竟像后梁太祖朱温 绕过自己的亲生儿子 将皇位传给养子朱有文的啥事 正常的皇帝呢 也是做不出来的 那是特例中的特例 曹操的生育能力极强 前后一共生了25个儿子 曹丕虽然比不上老爸 但也生了10个儿子 也还算不错 然而到了曹瑞 子嗣情况就相当不容乐观了 前后就生了三个儿子 而且全部都夭折而亡 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 是相当致命的风险 曹瑞只好收养了曹芳作为养子 并后来将其立为太子 曹芳的亲生父亲历史上并无明确交代 有种说法认为 其祖父为曹操的第三子曹张 其父亲为曹凯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曹芳其实是曹瑞的侄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 曹瑞驾崩之后 继位称帝的曹操 会不会追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从而改变皇位的继承统系呢 可以说这个担心并非是启人忧天 除了没有亲生儿子 曹瑞另一担心之处 在于礼法规定 护士祭祀的先代帝王数量是有限额的 按照商周以来的传统和儒家的观点 天子宗庙应当是七庙 也就是说 祭祀的先皇也只应该始终保持在七位 而随着朝代的延习 后面世事的帝王要入四太庙 则要按照亲书关系等因素 将以前皇帝的牌位给移除 而东汉儒学大师正玄则进一步提出 应该有三位先帝是应该永久祭祀 不予移除的 而这个提法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也就是说 如果曹瑞传承够久 完全可能出现后面的皇帝将曹瑞的牌位 再下召三祖之庙万事不悔 其实是用白纸黑字规定 后世的曹瑞帝王就算传得再多 要移除前面的祖先牌位 也不可能将曹瑞从太庙中移除 还得世世代代去祭祀他 这番操作也是良苦用心 足以看出曹瑞这位帝王对自己身后世的在乎 其心虚的一面也是暴露无遗 可以说曹瑞的这番操作并非是吃饱了没事干 在后世朝代中出现问题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五代十国中的吴国权臣徐温 其养子徐之告后来斗败了徐温的亲儿子们 继承了徐温的位子 当然徐之告不满族只是当权臣 后来干脆逆袭上位建立南唐政权 成帝后的徐之告不久就恢复了自己的本名李盛 并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李荣上了妙号庆宗 而对于养父徐温虽然给上了祖的称号 但前缀却是义 一个义祖很明显你这个祖宗不是正牌的 而明侍祖诸后聪大礼仪事件则更是典型 诸后聪不仅追认自己一天皇帝没当过的亲爹 兴献王朱又元为明瑞宗 还将其牌位置于太庙 按照明朝九庙的制度 由于当时太庙里已经放满了九块牌位 于是诸后聪将只当了一年皇帝的明人宗朱高智 给移出了太庙 又将朱帝的庙号从明太宗直接升级为明成祖 相比于这后世的这两起典型事件 曹瑞的操作既避免了后世的子孙给自己起上个不那么悦耳的名号 又避免了自己的牌位给移出太庙 可谓是良苦用心 可以说凭借着这番反常操作 明帝才放心地将皇位给了养子曹芳 正如曹瑞所愿 曹芳继位后当然没有干出像诸后聪那样的大礼仪事件 因此曹瑞也许会在九泉之下 为自己的如意算盘而得意 但对于曹魏政权来说 什么太庙之类的根本就不是个事 真正的危机在于 那位隐忍了曹家三代的司马懿 终于露出了另一只獠牙 开始了其血腥的上位之路 很快曹魏的大权就落到了司马家族的手上 而就在明帝驾崩仅仅二十六年后 曹魏就正是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 尽力的西晋取而代之 这是曹瑞生前怎么也不会料想到的 因此他那番生前的操作 也就很快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 而他那句三祖之妙万事不悔 也与秦始皇那句 朕为始皇帝 后世已计数二世三世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一样 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料罢了